妹妹 今天你就要替我嫁給莫斯人那個藏廢 等他死 你的財產就全都是我的了 哈哈哈 你們真是大的一手好算吧 十幾年來對我不問不問 現在綁我回來 就是要讓我替你 去嫁給一個藏廢 你們好狠毒呀 狠毒要不是因為你 你的母親怎麼會死 是誰狠毒 這叫賤子 怎麼 好 我可以替你去嫁給他 但是我有一個條件 一般 必須要治好我外婆 只要你答應嫁入墨家 一切好說 我答應你 現在可以把我解開了嗎 龚哥 师傅麻烦你了 你快开车吧 一会到了 我给你双倍的价钱啊 好快你這這是 看不出來嗎我在逃婚呀 我才不要嫁給一個 有球用病的爆發或沖洗呢 快你確定他 又癌又病嗎 那不然呢 他如果長不像你那樣貌 我還用逃婚呢 這倒是 就叫你了快點開車吧 他們就追上來了啊 有點意思 這是不聽的消息吧 這個實在說你 麻煩您跟我們走一下 實際上 查到了嗎 這支票是不是陸氏總裁群的 陳總的支票 你們也敢說有問題 支票沒有問題 是您的賬戶有問題 所以這些錢 無法打進你的賬戶 啥 我的賬戶有問題 你做了什麼事 你現在沒有數嗎 欠了這麼多錢 已經被幾個銀行列印的 失信人員名單 還敢給自己的賬戶打錢 這不可能啊 我不是就借了七百萬嗎 這是上週的 這個是上週的 你好好看清楚 不止幾百萬 這麼可 我 我要見我父親 我還看相公 我要見他們 爸 你快救救我呀 我一分錢也沒見 一分錢也沒花呀 你快告訴他們 相公結婚的不是我 你快救我出去啊爸 跟這閨戶女 你好好說話 那個 爸會救你的啊 用不著這麼麻煩 還不如一直在那邊 相公 你來了 顧總啊 你們怎麼跑到警察局了 哎 你相公嗎 你承受了 你這都是誤會嗎 是吧 那怎麼誤會 相公 你來了 那些錢不是我花的 我們是夫妻 我可以幫你承擔一半的債務 但夫妻 你確定 相公 你怎麼了 我是薇薇啊 我是你結婚證上的顧婷婷啊 既然來都來了顧總 您為何不向我好好介紹一下 您身邊的這位美女呢 我自己的顧婷婷 我自己的顧婷婷 你看你說的哪兒的話 這不是你自己娶的媳婷嗎 怎麼會議呢 我認識 顧總啊 您老眼紅髮 不認識女髮為女兒了 你當年眼瞎呀 顧總啊 你當初可是說把您的大女兒 挺挺的 下個磨蹴 可您的二女兒顧婷婷 就在第二天代替了大女兒顧婷婷 替嫁了 說得沒錯 然後您的二女兒逃了婚 你當我們墨家人 傻子嗎 誤會啊 小哥 就我只有這一個女兒 我哪來的兩個女兒 如果不是你這寶貝女兒綁架 並殺害了顧婷婷 我們也不可這麼快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啊 要快就把她拿了 什麼 你 你到底做了什麼 我爸 爸我做了 我不應該上次做主的 我只是不想偷偷摸摸的活下去了 我想做回我自己啊爸 你這個蠢活 做了這麼多事情 都是為了你 居然為著我做了這種事情 微微 畢竟是你的親微妹啊 哎 顧小姐 我勸你別這麼做 你用事啊 相公相公 我才是真正的顧婷婷 一個顧微微 她是偷了我的身份證 她保住我 她跟你結婚打 你一定要幫我 你一定要救我啊 小公 你也配得上我兄弟的結婚證嗎 好好看看 寫人誰的名字 哎 怎麼會是顧微微 那個時候 我明明確認過 怎麼連身份證 也是一個小仙人的 不懂 請注意你的作詞 顧微微小姐 現在是相公的親戚 是小爺我的嫂子 我 我確實有兩個女兒 這些事情 都是我一個人 和婷婷沒有一點關係 我求你們放 你們他有沒有放過顧微臉 台上 我一定還得去變鯊魚 放過 小公 小公 啊 有一位嫂嫂哦哦不 顧奶奶您來了 說吧 陳總 相公讓你配合他演戲 給你多少好處呢 哎要不你還是問問他吧 剛好他來了 怎麼了 有不太可怕 讓莫氏送我 隨便吧 隨便 哈 又怎麼了 你為什麼騙我 你這叫 惡人心告狀 你明明都知道一切 你還要騙著我 我事先騙了你 但是我那是沒辦法 再說了 我又沒騙你錢 也沒騙你次 那你告訴我 我騙你什麼 反正你就是戲弄我 你看著我演戲 看著我裝逼 啊 你還看著我非盡腦筋的騙人 可惡 很好 請問這個 請問這種收好了 弄丟了 我可沒辦法證明你事 可以啊 連我身份證號都能搞得到 那我現在 就沒什麼事情騙你了 嗯 那我們的協議 我繼續履行 成交 那 不停聽的是 我能不能 發表一點 自己的小想法 這樣子 不要再去他说话 嗯他犯了扣他就要承担 但是债务的事情呢 不关他的事这件事情 让陈某去处理吧 管有事先走 不黑的男人 但是怎么突然觉得心里轻松的不少 嗯是因为 没有什么事情骗他了吗 这个 就是我母亲给我留下的疑惑 没错 当初婷婷看到这个吊桌的时候 也落泪了 妹妹妹妹你终于来了 你就姐姐出去好不好 妹妹 如果我运气再差一点 你应该对着海里的鲨鱼喊妹妹吧 我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只是一时鬼迷心窍了 我不是故意的 行了 说这个事吧 你说 要给我母亲的遗物 遗物在哪 妹妹 你看在我们母亲的分上 你饶了姐姐这一次吧 好不好 最后一次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顾婷婷 你以为我像你一样 你自己为什么落得现在这个下场 你心里没数吗 再说了 你是犯罪 警察局又不是我不开的 我是你姐姐 我是你亲姐姐 你不能这样对我吧 你不能这样不救我 你不能 收起老顾那套说辞吧 他教你的时候 没有告诉你 要追待法吗 你不用把你收起了 你应该是我 我认为你 你呢 我会得提 顾未未 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剑 我没有你这样的那刚好 我也不想承认有你这样的姐姐 爸说这个吊坠能面狼遇之灾 结果呢 这就是个没用的 媽媽 我剛說過 我會答應你第二件事情 就是好好幫你包管這枚吊墜 你 開我 媽媽 你不會怪我 我膿余 你不會怪我 我可以發現 看我